女神機 然後今天的來賓呢 我覺得非常精彩 它一樣是因為 女神機 對 但是我覺得跟以往 我們起來的女神 好像不太一樣 我可以 可以看得順喔 怎麼樣啊 你會怕什麼喔 怎麼一開始就有點猛的感覺 可以這樣拆拆看 這台車扭力大概多少 這個很難猜吧 850匹它相對應的扭力 該不會過千扭米吧 居然有兩台 對 沒錯 我們今天挑來的是兩部 目前國內非常夯的 這個百萬以內賣的最好的兩部車 CUV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要幫觀眾問 什麼是CUV啊 CUV 這樣你平常要做功課吧 不是 我是把觀眾問 CUV就是Crossover的小台的SUV 那它的好處跟特色在哪裡 其實它所謂的跨界Crossover 意思就是說 它是在於房車的這樣的一個底盤 升級到沒有到SUV 這樣的一個空間或是高度 那它就介於中間 Satang跟這個SUV之間的一個 跨界的一個車款 基本上呢 這種跨界的車款 它就會集結了 像房車的優點啊 或者是休旅車的優點 把它集結成一起 對 就像我覺得消費者可能 想要的是比較多啦 現在 對啊 就像現在的手機一樣 手機以前小小的啊 對不對 但是你現在手機 現在幾乎什麼功能它都可以 應該也很大了吧 它就是手機結合的平板 變成平板電話 對不對 所以今天試駕車款 就有點那種感覺 有一點 對 所以今天我們選了什麼樣的車款 我們今天分別派出一台 堪稱日本東營的 喔 武士代表的 馬自達CX3 它是2.0汽油版的 東營武士啊 對 那我們跟它對戰的就是派出這台 歐洲的騎士代表 騎士 Skoda Yeti 1.2 TSI 涡輪增壓的車 所以今天分水底這麼明確 武士對騎士不同國家這樣 不過非常巧合 它在國內的售價 都是88萬左右 那要怎麼選 對 怎麼選 傷腦筋了 我覺得它們兩台則 各有特色 都很精彩 那不如 我數到3 我們就指責我們想要當的那個 好 1 2 3 欸 我喜歡它的 我覺得是那種日式的那種外型 很喜歡 對 我覺得歐系的這個方方正正 又有一點也很有型 喔 所以現在我們中間又出現了一道隔閡是不是 怎麼每一集好像都有代工 那有在看我們節目的觀眾朋友大概就知道 這個時候呢 我們當然一樣請到我們的來賓來幫我們解套啦 那今天的來賓我覺得非常精彩喔 它一樣是一位女神級的 對 但是我覺得跟以往我們請來的女神 好像不太一樣喔 我們前兩集的意思是說 我們這一集是比較知性的 對 知性的 而且它是很專業的 比我們兩個還專業 對 說到專業 它可能我們還比不過它 而且同時呢 它又是有內涵的 而且 它一定會做一個最專業 最公正的選擇 OK 好不好 我們一起來歡迎它 歡迎慧榮 哈囉 歡迎歡迎歡迎 嗨 哈囉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重視主播慧榮 主播 主播 今天是主播 對吧 我就說功力比我們還厲害 對 而且 這個主播的專業 它當然就是公正客觀嘛 今天就有點難選 那我們兩個來幫你做一個試車 沒問題 那今天呢 小星哥 我們今天不好意思喔 我們有一個賭注喔 有賭注 對對對 沒有在怕的 真的假的 他如果 選了 誰 誰沒有被選到的話 就要禁懲罰 就要 走 下 山 走下山 走下山啊 真的嗎 好悲慘的街區 這一條路是北三一 各位有興趣可以查一下喔 這邊到山下有多遠啊 好不好 對 天氣很好 沒關係 天氣很好 那小星哥 我們一開始當然還是要問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慧榮 會不會開車呢 當然會啊 會開車 一定有駕照對吧 當然 你該不會也喜歡打棒球 哈哈哈哈 你要真的打棒球 哎呦 我還是要問一下你 常開嗎 不太常開 不太常 不太常開 但我很喜歡開車 因為我覺得 駕馭一台車是有很自由的感覺 自由 哎呦 這個單元最不好錄了呢 小星哥 對 那我們就是 還是要繼續詢問一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常常開車載人呢 還是被載 嗯 常常被載 哦 又被載 常常被載哦 那是不是我們節目到這邊就要告一個斷斷了 等一下等一下 不用忘記 壯壯也常常被載 哦 第一次 但我也很喜歡載人啊 享受這種感覺 所以你等一下會 沒有人關心這件事情 對 常常被誰載 被誰載 被朋友載 哦 哦 我家人 家人 哦 是家人 是不是 目前是 感情狀況怎麼樣 一定要在鏡頭前面這樣子好不好 努力中 哦 還在努力中 還在那 慧榮 這兩台車呢 妳一開始會先看哪裡 那是外型啊 哦 說到重點哦 那妳看一下這兩台 一個是東洋武士 一個是騎士 亂透了 白色的很新鮮的目光 女生真的想得比較簡單一點 那個白色很特別有沒有發現 它不是一般的白色 對 有一點點灰色 他幫你的敵人在幫我講話 對 哈哈哈哈 他好開心 到底誰會怎麼下降 那這一台的 那這一台是不是有什麼特別 這台 有沒有覺得他比較 方正不樂 跟我的 哈哈哈哈 我個人 直接吐槽 對 我是非常喜歡這種 那你是選這一台 對 哦 到時候他有什麼樣 好 你要告訴我 好 對 所以慧榮 妳是不是看了老半天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做一個 外觀上的選擇 嗯 只看外觀的話嗎 當然只看外觀 這樣有點膚淺 不會不會不會 我們 但是我一定做好決定 哈哈哈哈哈 這個 這個 告訴大家 因為他的外型比較適合女生 但是他有一點流線型的感覺 既然慧榮妳都先選他了嘛 我們就先看他 嗯 好不好 基本上他的外觀呢 原廠把它取名叫 他叫魂動的造型生物 什麼是魂動啊 英文叫做 KODO DESIGN 對 KODO DESIGN 他就是參考很多肌肉的線條 運動的那個線條 所以這個是肌肉猛猛 欸 可以算 可以這麼說 那你會選他呢 其實也不意外 因為大家都年輕 哈哈哈 大家都年輕了 哈哈哈 那 小鑫哥選了這一台 這個YATI呢 他就是比較方正 他參考的是 水晶的線條的設計 雖然外表是這樣看 但是我還是 蠻重內涵的 哦 內涵 那不如我們先上車 體驗一下 我們來試一下 怎麼你有機會 走開 哈哈哈 這個YATI的SX3 他的內妝 我覺得 是蠻年輕的 尤其你看啊 他用一些 不同的顏色去做搭配 紅黑色 對 所以他看起來會比較活潑一點 然後一些適敗 類碳纖維的 你好像很喜歡這一台 哦 真的不錯 哈哈哈 你到底喜歡哪一台 可以改 不給三星而已好嗎 OKOK 哈哈哈 沒有 我們要有氣度 哦 好 我們今天就還是要推薦 為什麼 該推薦的 他在賣我們沒有水準 對啊 小心 好 我們就是小心眼 對啊 我們就去看啊 我相信你也是跟我一樣 這個年輕人啊 對啊 為了這句話 我們可能就要選這一台了 怎麼辦 好生氣哦 然後你看哦 我們年輕人 常常用一些比較 科技的東西 你看像他的螢幕 夠大 對 夠大對不對 而且你看哦 應用程式啊 或者是娛樂 通訊 導航 設定 都可以從裡面做一個操控 MDD Connect 系統是吧 對 怎麼樣厲害了吧 可是我覺得 這些傳統的音響 不用再開車找 不是更方便嗎 哈哈哈哈 你看 傳統跟現代大對決 老人 老人 你看 這是不是就不一樣 然後你看 它還有一個抬頭顯示器 哦 你那邊可能看不到 但是我在開車的時候 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很方便的東西 你看它就會顯示了時速 我頭就不用低 對我的視線就不會離開 是不是 是不是 安全 這個設計就沒有花錢 哈哈 這樣 走啦 為什麼 這個車其實 一人剛才是坐起來 你覺得跟仿車是不是 沒什麼兩樣 沒有兩樣 因為它空間沒有我想像中的 像那種還是有一定會大 對 這就是所謂的CUV啦 你坐進去其實 感覺還是在開仿車 對 對 它的離地高度是比較低一點 所以你看我在轉彎的時候 它也比較不會有那種搖晃的感覺 對 你感覺出來嗎 我還在說 請問一下 超晃 不要亂講 我要吐了 不要亂講 你幹什麼 不要拉票 後部的空間 你覺得怎麼樣 後面對我來說 因為以我180的身高 我的坐姿已經調到滿後面 所以你後面的腿部還OK 你不要故意這樣弄我 你調前面一點啦 可以犯規哦 這樣 這樣差不多 好 你跟我想躺下來 對 這樣差不多 所以後面還很 後面 因為我個子比較小一點 雖然我號稱有170 170 不要妄抱 170 不然我們兩個要190的話 對啊 這有點超太多 沒有關係 那在後面空間 對我來說 其實有一點小耶 對啊 我以為因為外觀看起來還滿大的 可是對我來說 我可能喜歡在更大一點 沒關係 沒有 等一下 對我來說 這樣聽起來我應該 等一下 有機會 會龍聽我說 這是一台 對 而且你是女生 你應該懂那種 愛水 不怕老闆 所以 好不好 你要有它這個酷炫的外觀 還是要使用 沒有 還是要使用 我們等一下 你看開出去都變好 對哦 開CX3多好看 我跟妳說 妳要不要聽聽我的內心 好 妳說 如果是跟親密愛人 坐在這台車上的話 我覺得感情可能會加溫 因為比較 親愛人 更近嘛 對 真的 因為靠得比較近 但如果是老夫老是的話 可能會生氣 我的人 卻是你 你應該坐這邊了 對不對 等一下 先試玩這一段 對 CX3它搭載的是一群2.0升 直列四缸的汽油 自然進氣引擎 這段扭力有156B 156B 對 這段扭力有20.8公斤 搭配的是6速的手自排的變速下 對 這樣跟一般的車子又有什麼樣 這個數據 老實說聽起來還滿大的一個數據 對 所以它也滿適合上山下海的 但是我還是堅持 數字大並不代表 絕對 因為汽車的科技 日新月異 怎麼樣 絕對不是數字大 就給你決定負車的興奮 你要說什麼 你直接說嘛 不要拐彎過腳的喔 我覺得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這台 它可以淹體它的動力 它雖然是1.2 少了800cc要 但是它掛了一個波爐 這個動力搭配一個很 很有效率的 DSG的7速重力的這個 自手排 對 我用效率就可以打敗你的 比較怕了吧 我覺得 自手排跟手自排 觀眾聽不懂 它有什麼差 其實自手排 它基本上等你結果 還是維持手排的一個機械原力 所以它的傳輸會更直接 所以我一直講 效率會更好 那手自排其實它就是 自排的結構 只是讓你有一個 手動換擋的 好樂趣便利性 但是它還是終究還是一個自排 他在罵我沒有效率 但是會長 聽我說 會長妹子啊 很重效率的 不是 要被淘汰 等一下 不是 他這樣講不再講 他沒有效率 對 我跟你講 他這個廠牌呢 用了很多的科技 他們都叫他蠻天科技 你看 對 你看現在天是不是很藍很漂亮啊 標配天窗喔 對 所以呢 為什麼天窗你再補 對我來說加分嗎 加分 希望有 希望 看看藍天嘛 但是藍天呢 也是這台車最主要的科技 因為它用很多科技呢 所以讓它的引擎動力很大 這也是效率的表現啊 所以讓它的 還有它的變速箱 基本上呢 第一版的自排變速箱 它的效率也很好 對 我們可以來體驗一下 喔 它的換檔 快 我直接貼背 我貼背了 所以你看 什麼效率不好 沒有啊 只需乎有 只需乎有 所以會長我跟你講 這台車整體的調性 整體而言 等一下我要給你看看看 但是整體而言 這台車的調性 它偏向是比較年輕的 包含它開起來的感覺啊 你會覺得它很穩 包含它的給你的回饋 也是比較清楚一點 我感覺到 它有點熱血 但是 它又奔放 但是它又有一點點收斂的感覺 對 整體來說 很適合年輕人來開啊 或者像你剛剛講 來開出去約會 對不對 你現在坐在我旁邊坐好 我就可以直接跟你講 等一下 我們的粉絲會抗議喔 糟糕 我好怕 等一下會有 我覺得有平的地方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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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急事喔 好啊 你現在很順喔 怎麼樣 你會怕什麼 怎麼一開始覺得有點猛的感覺啊 因為我們個性比較急阿 從訊息新聞工作 我就是在個性比較激一點 對 怕怕嗎 年輕人 不錯耶 怎麼樣看了怎麼樣 目前為止 也才五秒鐘那樣 我就是很心急 很心急 你知道 別急 再怎麼快也要7點才到家 別這樣講 陪陪陪 小型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做一個 這個我們節目的排行棒 怎麼樣 我是不是現在第一 我是不是技術第一 目前對 好開心喔 第三集我跟你說 第三集目前是第一名 很開心喔 要幫我做一個字卡喔 好 慧榮主播 冠軍 技術冠軍 不然這樣很多人都不敢搭我的車耶 因為我駕駛的經驗確實是 太不錯耶 還有手勢和獎評耶 是不是 太不錯耶 那你給我們一些新的好不好 什麼樣新的 我覺得這台車開起來 就是它的這個方向盤 滿輕的 不會很重 所以我在轉彎的時候很順 輔助力道剛剛好 對 真的喔 我覺得 我還以為想說這個服務 對你來講太重一點 那這樣不會啊 可是你有多壯你知道嗎 你這樣我要叫粉絲來抗議了喔 不要這樣 對不起 對不起 兩位你們覺得這樣做起來是不是 我們覺得好多了 好多了 你覺得不倒汗了 倒汗 你是年齡到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 小型哥你有這個毛病嗎 我覺得很輕鬆 真的太不錯 你們這樣講我真的很開心耶 怎麼樣 不錯吧 不錯吧 但我自己開起來 不能誇 不能誇 差點撞到水溝裡 我們還是 好我們安全為重 我會慢慢開 OK 剛剛有人說滿 滿放鬆的 剛剛有人說這句話 他現在不敢講話了 製作者我要調心啊 這個動作太危險了 加保一下 加保一下 那他整體的車輛 你覺得他是運動的還是舒適的 舒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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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適中 沒有帶有幾分的跑 也是 沒有啦小型哥 還是滿帥的 開這種速度 大概每台車都舒適 舒適啊 所以你們就是嫌我開得慢 好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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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丁 我是起丁 對 我們到了耶 好到了到了 你看 不要轉到髮箱了 我 不要轉到髮箱 不會吧 我不會轉到髮箱 不要動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蛤 我手有點冒汗 你有這麼緊張嗎 全放都是汗 不要這樣 這一定不能檢定 發滿全部是汗 你很緊張嗎 因為你們不信任我 我就會緊張 不會了 看得很好 還要不是我們握蝦 跟你的衣服怎麼也是 我腋下都濕 你這個汗有點多 對 而且他剛還抓旁邊耶 我剛剛笑死了 一個大男人 大男人都抓緊 現在來看這台Yeddy的表現 上下了 來 我跟你講 我的會比較好 真的嗎 開完再說吧 哇 哇 進來感覺就不一樣耶 別急著稱讚 別急 好急 他有說要稱讚你嗎 是不是一進來 第一個感覺 是不是就覺得空間完全不一樣 很舒適 對啊 這才是CUV嘛 好舒服喔 這才是有SUV的空間感啊 好 有沒有打航 我錄師 這台 打航這邊 大腦 你看 這樣呢 好 那我們現在就上路來看看 這台Yeddy的表現吧 好 沒什麼好看的啦 安全帶都記好 走下山 走下山 我可以介紹一下 這台Yeddy的動力 剛剛這台車是2.0的 景氣 對 這台車雖然只有1200cc 1.2 但是它多了一個小渦輪 渦輪 渦輪 你感覺特別有馬力嗎 對 沒錯 它就是一個節能的一個 現在全世界的 車都是用這種小排接到的 等一下 小型哥這樣他聽不懂 你應該打結了 我剛剛已經 他聽不懂 渦輪這種 渦輪 渦輪 我這樣跟你講 你知道它是燒氣的 對不對 它是燃燒的 那你就會想成 把它想成在烤肉 木炭 那自然進氣就是木炭 那渦輪的話 就是旁邊放了一個電風扇 那木炭會怎麼樣 它長真的滿像一個空機 對 會燒得更好 更旺 所以它就可以炸出更大的馬力 很明顯 就是這樣 對 雖然它是1.2分的 110匹的最大馬力 我覺得你這樣開山路很有感覺 對 沒有什麼感覺 沒感覺吧 有 沒有感覺 很充沛很輕鬆 你看在我們三位 他很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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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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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的扭力 你看 都比我的天下還要小 雖然數據小力很多 對 很小很多 但是我們1.2 跟你剛才的2000 對 你每年要繳得稅金 又差一個幾句 你就好 剩好幾千塊 是不是 比較務實一點 對 最好沒話說 對 為什麼要去盲目的崇拜呢 他動力比較小 動力比較小 你別擔心 你看到沒有 7速的雙離合器的這個自手牌 剛剛有聊過 它是一個手牌的本領結構 我會讓你的傳輸非常的直接效應 對 油耗 這個動力的 都是非常好 你的傳輸系統 你看 我們現在幾乎在一個上坡的狀態 還是很非常的輕鬆 對 這台就是很穩很穩 而且它整個空間 感覺是滿舒適的 蠻快樂 你會不會覺得這台的桌子 有可以看到稍微高一點 有 但是同步空間 你往開頭看一下 是不是還是寬敞 沒錯 完全沒有牙齒 快樂 我跟你講 快樂 我跟你講 如果重心高的話 就像一般的房車 會上公車 它是不是很高 所以它的重心比較高 它就會比較不穩 對 它比較容易 對喔 雖然你的座子有稍微高一點 但實際的車高 所以我們一開始節目就講了16 所以我覺得你們的駕駛技術都很好 所以我剛剛覺得 如果我頭上的空間比較大一點的話 可能會比較舒服一些 什麼 對這一點 我覺得這台車有點 後面的出風感 破駕駛技術 對啊 你可以吹個補教都沒問題 但是 會有嗎 嗯 我看你也是個年輕人 怎麼會請賣這樣 年輕人的想法是 對你來說很重要 這樣 可是我不能這麼浮淺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平內涵 那你做起來感覺 跟剛剛那男生有什麼注意 我穩很多 穩很多 穩重有沒有 穩緊 現在都說是年輕的年輕人 就像最乾淆跳過 我穩穩 你知道現在也是有大書控的好不好 對車子你們也要去大書 慧榮有大書控 大書控 本思有聽到嗎 慧榮有大書控 不是有那種普遍的狀況 還是有這一群跟住的嗎 喔 你是幫別人著想的 沒錯 那你本身有大書控嗎 不想到 我們這邊也有一個優質大書喔 好 接下來是要讓慧榮你也來親自體驗 好 好 那我們今天能夠再安全的回去 我希望 我希望 怎麼樣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一坐上來就有種霸氣的感覺 我喜歡這種 你說 霸氣 霸氣 你坐上來就好像變成好霸氣 那我現在要變低層了 你可以變低層的 敵人 調整一下 空間好大 對 真的 因為我一上來這個 哇 不是 小型哥那是因為我 委屈我自己 我這邊還要擠喔 對 調到舒適 調到舒適是不是 你等我一下齁 你不要跑 哈哈 哈哈哈哈 做屁 你做屁 好啦 來來來 欸你看你這樣子 還是蠻寬的嗎 對啊你看 我這樣還有一整個拳頭的氣 大哥你是不是這樣子 好了 走了 走了 我想再講 我想再講 那個 我跟你說 請說 這一台是感覺 對喔 才兩秒而已 有沒有 走開 走到山喔 才兩秒這樣 就是看 因為接下來的這個視線 我覺得很好的一個 什麼 視線 視野很好 視野是嗎 因為我個子比較 比較迷你 所以 你號稱一百七 對啊就是 因為我看起來就是高個臉 可以再拍一下我的臉 高個臉 大家疑惑了吧 大家在網路上要謠傳我一百七 不要騎什麼 好嗎 大家不要再做這種 我今天是要破解謠言的 好嗎 謠言止於智者好不好 大家不要再做這種 不理智的謠傳 那看起來明明就一百六 哈哈哈哈 可能這一台的 比較適合我的身高 我覺得 我覺得 就是它的視野是很寬闊的 我跟你講它的座位 是它包含它的車高 這一台眼底它都會有比較高一點 對 但是我跟你講 我們年輕人的話 欸 幹嘛 年輕人會怎樣 我們年輕人的話 好 我現在分數我到搖搖零件了 怎麼辦 怎麼辦 有人要下山囉 我們年輕人就是需要 比較低一點 低底盤的車 它在駕馭起來 會有比較有感覺 感覺 展示一下我的技術 有有有 我們有在看 那你覺得怎麼樣 這台車在配向我 到底搭車耶 這台不錯耶 而且我喜歡它很低 油門踩起來的感覺 喔 什麼感覺 慢慢的就是 快速加速的那種 有點衝勁的感覺 不會形容 所以剛剛那輛車 就沒有這樣衝勁嗎 我覺得 還是我踩太 不 那是不是我現在要快速 踩重一點 我真的覺得今天會有種很累啊 因為它點出了自然進氣 跟波輪的聲量 那真是很差 因為它有電風扇在吹嘛 我前進去就講 對 所以它可以有一個比較 爆發性的力量 對 就是省睡機 它真的很務實耶 務實難 你什麼星座的 你金牛座 有變得直接命令自己陸上 沒有的 怎麼辦啦 怎麼辦啦 怎麼了 我覺得這台很好開耶 10比1了啦 等一下 最後的角色還沒有 那已經講了六次很好開了 怎麼辦 我們現在感覺到 有一個人在很恐懼 因為它等一下要走下山 我剛剛有要猜 你要開到山溝裡 我們剛剛 你山溝大概 大概就這樣 大概就這樣 就一條白線的去 差一點掉進去 過分慧永 你有看多溫子低嗎 那慧永覺得 有沒有有一點 改觀了 應該可以做出 這兩台 那決定了吧 怎麼辦我有點動搖 動搖 你不是已經決定這台了喔 喂 他決定的是我的好不好 那我還有加分體 還要加分啊 還要加分啊 看我看我看我 天啊天啊 借過一下 成熟的歐巴就是不一樣 特別用心 我們一再強調這台車的空間 它的後座可以做非常多的變化 快點啦 重點自己猜 可以猜一下 天啊 這也太帥了吧 可以去外面野餐 你看一下後面的空間 空間野餐是不是 是不是非常大 等一下等一下 你看你看你看 來慧龍你提看看 你確定要我拿來看嗎 你拿來看看 這女生怎麼拿得動啊 很貼心的男生 一定會有幫他服務的 大叔 就交給大叔 大叔 交給成熟歐巴 喔 成熟歐巴 成熟 那我可以 我也有加分體啊 我會拿不行 我跟你講慧龍 我今天一直在跟你強調這件事情 我們都是年輕的 我們都是七年級生 我們應該要選擇的 就是比較年輕的資格 進城堡 要選誰 一般誰要滾下山 我選大叔 因為你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還在等 他還在等 選我 你年輕人 怎麼是你啊 你走開 快天黑了 等一下下山小心一點 所以是選你喔 對對對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為什麼選他 因為我還是比較喜歡看內涵的 我沒有深度的感覺 所以 你在罵我沒有內涵沒深度囉 也不是你那也是蠻刺激蠻浪漫的 對 我還是有被你吸引到一開始 但是我就是看得比較長遠一點 嗯 那你看 超認真的 那今天最後呢 也選出了這兩台車 到底哪一台才是最佳的選擇 當然是由我們的慧龍來選擇啦 那可能他就是最近有一點年紀大 你怎麼現在就這樣 沒有他可能對未來的這種家庭生活有衝擊 所以他選擇了小型哥還有小型哥的車 那 對 好了 好了你們兩個 所以呢 他的選擇不一定會符合每一個人 我還是要講啦 那就是 每一台車不可能符合每一個人的需求 所以我會建議各位 依照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需求去做選擇 那選出來的車呢 就會最適合你 對 那接下來呢 那我們要去哪裡啊 我帶你去看看歐洲 乘車進口的改裝 合法的改裝啊 國內很稀有的車輛 喔 讓人期待啊 一起來看看 今天要來講 這個單元啊 那今天要講 改裝這件事情 很多人想要幫自己的愛車改裝 但是想到改裝第一件事情 它可能會有一些比較負面 比較刻板的印象 是不是這個樣子 真的嗎 我覺得改裝車應該就是 很誇張的空力套件 跟很轟隆隆的這個聲勢嘛 是不是 喔是 那像我想到的第一個 可能跟你比較不一樣 我第一個最直接想到的可能 它是不是違法的 是 對它是不是不被允許存在 是這樣嗎 其實改裝在國內一直有這樣的一個 合法的一個爭議的這個 遊走邊緣的問題 是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企劃的這個主題 就是要讓大家來看一下 在歐洲已經有這個 將近二三十年歷史的這樣的一個 比較有質感一個balance 這種講究的一個品牌的改裝文化 OK 像小型哥你在這個改裝界 大概待了多少年 我入了大概18年 18年 18年 所以今天小型哥應該可以帶給我們 很多不一樣的新知 像今天小型哥幫我們準備的這一台 我相信從畫面上應該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它是一台 BMW的M4 但是它的特別在哪裡 它改了什麼 其實我們看到車頭的話 就是有這個錢包桿下方的這個卡洞的 前下擾流 以及兩側叮風翼 這是車頭的部分 那再來它車尾部分我們還會看到 有這個後檔上面有一個小尾翼 以及後行李箱上面也有一隻尾翼 那AC針對這台 這其實也有出兩隻尾翼 那這一隻是屬於比較 內斂型的一隻尾翼 我們一般在玩車的時候 比較大的尾翼 我們會把它講的賽衣架 賽衣架 我覺得那個就太誇張 但是它今天的小尾翼 我覺得是差不多剛剛好的 那它的外觀套件我覺得 算是一點點綴啦 我相信更多人 更想知道的應該是 看不到的地方 所有引擎的power 當然啊 這個大家最在意的 其實M4原廠的馬力是這個 431P 那AC經過外掛電腦 是桌塞器的調校 突破500P到510P 對 可是你還有點覺得抽象 那我們用加速的數據來說明一下 雖然它的原廠是0到100 改完以後了 只快了0.1秒 可能從4.1進步到4.0 看起來好像一點點 但是它重點在中高速 是0到180 從7.9進步到6.7 就快了1.2秒 所以它的強項在中高速 但是這個整台車這樣的改裝啊 它是透過什麼樣的方法可以去做 這台車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基本消費者在國內總代 你買到這樣的一台車 你就可以來做一個套件的選擇加裝 你要質感外觀也可以 那像今天這台demo car也可以 就是它從外觀的配件升級 跟動力的升級 都可以做一個加裝 那小型哥 這樣的話我就要幫所有觀眾發問 我如果想要改裝的話 我只有這個方式嗎 買一台新車來 再去給一些代理商做改裝 只能這樣嗎 當然不是 如果你想要更與眾不同 我們今天來介紹另外一台 就是從國外 德國 直接買進來台灣做的一個改裝 它是S63 平時這樣的車的一個版本 我們先去看一下 性感的車 賓士嘛 S系列 對 有沒有發現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做了很多外觀的升級跟改裝 其實這一台的我們講的S-Class W222型的 在其實我記得總代理並沒有進所謂的四門版的房子 並沒有 只有進到Coupee雙門 那這一台就是我們今天的這個品牌商 讓它自己從德國Brabus進口的所謂的乘車改裝 那你說這一台的意思就是它買來就長這個樣子 等於說它在德國先買了一台S63 AMG四門的車 然後送去給Brabus這一家擁有汽車製造商 掛牌身份的改裝廠 去做全車的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裝 然後再由我們這個進口商進來台灣 但是驗車會不會過 大家最擔心驗車會有問題 驗車我覺得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到Brabus在德國 它是有這個汽車製造商的身份 喔 所以這台車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大家可能會以為它是一台賓士 這台賓士都在移車 你看一下 對 它是賓士啊 它的廠牌並不是Mercedes AMG喔 你看一下 那廠牌是Brabus耶 是不是沒看過 就是很特別 那個兇罩吧 不是… Brabus是德國有這二三十年改裝歷史的大廠 對耶 你看它的品牌 對 它就是一個賓 對 它不是賓利喔 很多人以為這是賓利 會認錯啦 其實這台車最精髓是在它的動力的部分 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樣 漂亮… 沒有 嘆為觀止的感覺 這根本是藝術品喔 對 好漂亮喔 而且這邊還有一塊名牌 850 by Turbo 而且這邊有寫 Beaut by 某一個技師嘛 對… 代表它是一個手造的引擎 它原廠是585T S63 那它有做到600多 700多 那今天的是最TOP的850 850是用整顆引擎 內部都強化 再搭配剛剛講的周邊整個身體 像我們看到這個Carbon的引擎蓋打開 它有相關的進氣 它其實就從車頭撞風 我們看到這一個急風的導風罩 再從這個引擎蓋上面的Carbon 把風進入這個時期 再導流回來 對… 所以它的馬力是850匹 850匹 但是那扭力呢 你猜猜猜看 Rubus這台車扭力大概多少 這個很難猜吧 850匹它相對應的扭力 該不會破千扭米吧 那我們用國內消費者 比較熟悉的這個 OK 空精米KGM才來說明的話 它的是147 147 等一下我在這邊講一下 你確定147公斤米 沒有錯 147這個數字啊 如果是台灣的中型房車的馬力喔 我們講馬力 馬力一般的數字會比扭力還要大 對不對 可能都比馬力還要大 那它的加速數據 所以我們來介紹它的0到100原廠公布 是3.5秒 這台車的車重有2噸喔 它可以到3.5秒 這已經3秒俱樂部 對 然後我們看一下這邊有一個 Rubus VMAX 就是他們在德國每一台車 會做一個極速的測試 那這台車在德國當地 測出來的極速是可以到350 但是到了台灣版 因為我們剛剛有講過 有助了一些出力條件 可以配合當地的一些汽油的條件 對 所以它這邊寫的是一個保守的325 還是很高啊 也是有降跟沒降一樣 太過分了 哇 你看 它的引擎室 都已經整理得這樣飄飄亮亮 可見它的內裝應該也做一些強化 內裝我們不如上路去試車 一邊開一邊來看看它的內裝吧 好 走 我們去試看看 現在要來試駕的新駕駛 那它在名稱上面 因為它是作為一個陳車改裝到台灣 所以它的名稱不太一樣 不過基本上它的雛形 就是一台S-Class 那S-Class這個車的定位 基本上就是給一些後座的買家 像是我現在就在後面這個小型老闆 謝謝小陳 今天辛苦你了 不會不會 老闆 有什麼公布盡請休 那老闆那個 還好嗎 它的內裝還好嗎 決賽車的配備其實 並跟我家裡那台四人客機差不多了吧 你看 老闆你還有四人客機啊 商務的這些桌椅 我今天直接Notebook就可以辦公 然後後面這個 商務艙 這些都是S-63選配的冰箱 然後 少放冰箱冰 有個香檳 老闆 錄影的時候不要喝酒啊 當然 我可以喝啦 開車不喝酒 還沒有喝酒就瘋了 那Brabus有做什麼改變啊 你知道那邊 賈老闆 這台其實它 我們剛一開始就接著 它S-63選配了好幾百萬的 這個品級的配備 我看到Brabus 其實就是這個車內 這個黑白 所謂的這個NAPA的 真皮牛皮的這些 皮椅 以及它的縫 縫的這些 隔線跟這個做工 其實都再次彰顯 我覺得可以滿足這些 乘風買家的一些個性化的需求 最主要就是這個座椅的變化 我覺得還滿有品味的 比對我剛花了這台 花了快近兩千我買這台 你開起來還滿意 報告老闆 那個馬力跟扭力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馬力過了大概三四百匹以上 扭力大概過了六十幾公斤以上 基本上它開起來不會有太大的差異 它的差距就變得收得很小 對 那今天這台車我覺得 其實我滿推薦的 因為基本上它是4MATIC 4MATIC 4MATIC 四輪傳動 四輪傳動 我就是擔心你的技術 所以我當初 小心老闆 你不要擔心 你忘記我是誰 然後不考慮 就直接訂了這台4MATIC 四輪傳動版本 對 四六三 我看你是擔心自己吧 因為這個4MATIC 四輪驅動的關係 所以它開起來 基本上你不用擔心一些 安全性上的問題 如果它只是後輪驅動的話 我覺得它會駕駛起來 其實是躁動的 對 很躁動 但是其實 因為它的數據真的是太大太大 它給我 覺得我還滿驚訝的 就是它開起來 居然如此穩定 而且是平易近的 它其實很好開的 即使它的馬力 扭力很暴力 但是它開起來是很穩定的 我相信老闆你應該感覺出來它很快吧 等一下我找一個路段 來體驗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體驗一下 我現在把它調整到運動化的懸吊 車身會降了 那我現在把它調整到S模式 就是運動模式 來囉 稍微體驗一下 太猛了吧 太猛了吧 剛剛老闆我有一點 有點嚇到 有一點點暈眩的感覺 那種感覺好像那個血液啊 突然往後腦勺衝 對 後座會感覺更明顯 因為我是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 踹了你一腳 但是那個腳 一直在你身上 一直把你推出去 欸小陳 你覺得這個排氣聲浪怎麼樣 排氣聲浪我覺得還滿兇猛的 但是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兇 真的嗎 其實這台車的排氣有一個閥門的切換 你知道這樣的功能嗎 它有閥門啊 我知道有一些外面改裝的排氣管 可能有一個遙控 可以做一個切換 這個Blaverse其實很貼心喔 它直接整合在你的方向盤 左邊的上下鍵 你等一下我們找一段路 你試試看 你只要長按住 兩秒鐘它會有一個嗶嗶聲 就表示閥門的開啟 關閉 會有截然不同的 你可以試試看 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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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很過癮 老闆你偏心吧 謝謝老闆 它整個那個聲浪的電話 跟它完全是不一樣 它整個變成外放型 它這個聲浪 我覺得它有一點像保時捷車款的那種聲浪 其實它把門開的時候 怠速在那邊發動粉紅綠燈 如果它不喜歡 可能會有一點點像那個重車哈雷的那個吊吊 我們現在去試一下 M4 對啊 您試一下M4 看看有什麼不同的一個定位的設定 走吧 走 那我覺得一般消費者可能會對這台ACCNLS的這個M4這樣的改裝會比較高接受 為什麼 最主要 其實我們常常講改裝不外乎就是從外觀 這台車改了一些簡單的碳纖維的外觀件 它的底盤也是很簡單用一個短 它好像搭配原廠的這個緊陣頭 以及這個20吋AC的鋁圈的一個胎圈的加大 那這其實就是一個很基礎的升級 它會讓這台車有一個更Balance以及更線性的一個調校後的一個車 那我覺得這是一般消費者改裝最想要的一個感覺 而且我覺得這個改裝的幅度是不是也不會那麼的大 像我們剛剛開的那個S85Q 它也是大刀後腹去改它 但是這台M4我覺得這是你比較推薦的方式 對我覺得這個以一般消費者來說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推薦的方式 因為其實原本的車的馬力或是性能說 其實一般的可能已經很滿意 但是你知道大家都會希望車子來多一點點的個性化 代表一點個人理會跟這個代步的一個象徵 所以我覺得這樣裝一點配件來彰顯自己的風格 我是很推薦的 點綴一下 而且這樣的改裝方式基本上我也比較能接收一點點 那小型車整個在駕駛的感受上面怎麼樣 我覺得這台車當然這個動力的部分 但是它比原廠的這個比3.0直流的多了已經 它有調教的更線性 那馬力也比原廠再多了一點的更保足的一個力道 我覺得很符合對這台車動力的要求 過癮的時候大概才三四千轉就已經有這樣一個聲浪 你沒有差很多吧 沒有沒有差很多 因為大概才三分之一油門而已 是 我相信今天看了這兩台車 包含它的改裝車 我覺得對大家的 對改裝的認知 我想打破的那個反應 就是大家想的改裝不像它就是違法 其實改裝它也是可以 一個合法的安全 而且是偏改的有質感的 我相信改裝這件事情 在台灣絕對是有發展的空間 希望大家改裝可以改得開心 當然真的很好玩 愛車這條線 我們現在一直走 對 小型哥換我開一下 改天吧 你說什麼改天 聽說它是屬於我 歡迎收看海車 這邊往這邊單元 我們要帶你開好車 那上一回呢 我們幫一個曹小姐 對 找到她的愛車 Smart for two 那今天呢 我相信又有不一樣的委託人 當然在這邊還是要跟各位講 如果你對尋找二手車有疑惑 有興趣的話 歡迎寫信到這個地方委託我們 我們是真的非常認真的 那今天是誰呢 今天的案例版特別的是一位 現年已經五十歲 然後鄭先生 他目前是電子業公司的高階主管 他的需求比較特別 他說他有點考慮要花大概兩百七十萬 左右的預算來買一台雙B的車 可是B的代表或B是他想要 比較有一點身分地位的表情 主管做事 所以他也有考慮買新車 但是又有點考慮說 有沒有我們接近一天 來到一個超級的中午的時候 他也接受 所以今天我們來到了這個店家 這是一個好主意喔 那你找了什麼車 今天找了一台車況很新的 BMW的七系列 來給鄭先生做一個參考 七系列啊 對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主意耶 你要嘛就是買新的五系列嘛 對 那你要嘛就是買一點 有里程術的新古的這個七系列 那它的正確的售價呢 這台的正確的售價 車行的建議售價 我們要請到我們的車行的 王總經理來跟我們介紹 對 沒到這個時候我都好緊張喔 很怕兜不起 黃老闆你好 你好 我們很好奇啊 因為我們受到了委託人的這個委託 那我們要找一台車 好 對 那我們要尋價 這一台車它的年份跟它的售價 大概是大概多少 對 這個車就是73年低 然後是2015年 一月生產的 這麼新啊 2015 現在才2016 3月 對 差不多一年多一點點 一年又兩年 對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售價怎麼樣 售價 這個新車價是397萬 397喔 然後我們的建議售價是273 然後我們就 273 人家說270你找273 這個其實我覺得你不用緊張 我們今天既然來到這個地方 當然是要幫這個委託人磨福利 剛剛說270啊 剛剛王老闆說的是273嘛 然後雖然這個 委託的政經生只有270萬的預算 沒關係 我們慢慢來 我們跟這個王老闆好好聊一聊 看看有沒有機會 我覺得應該是有很大的機會的 OK OK 所以還有空間就對了 有… 對 是多少啊 老闆不要買關子啊 好吧 對 那就258特價 258 258 直接幫我們刪掉了15萬 對… 除了… 我覺得有我很多很驚訝的點 除了剛剛折讓的空間之外 是不是每一次買二手車 都一定會有折讓的空間 其實我們採訪過滿多 這次像中午都有時候店家 但也很多消費者會來問我們 有沒有辦法像買房子一樣 是不是我們可以照時價的路 先打個八折來喊或怎麼樣 對… 其實我們要建議消費者要重視 買車畢竟它售貨的服務 其實每一台的車礦都是case by case 是… 以及車商有沒有負責把這個車的 操控維持到一定… 它搬修到一個很理想專案 才來出的那花的成本 其實都沒有辦法去估計的 每一台成本 所以我們不會建議消費者說 直接到車廠就去跟… 譬如跟王老闆說 喊我要打幾折這樣的一個折扣 那我覺得這樣是一個比較 客觀的一個選車的一個方式 跟心態 另外一個讓人很驚訝一點 就是它的人價397萬 對 才一年多而已喔 這個兩個月 剛剛王老闆買了兩百 跟這個行駛是一年兩個月 才一年兩個月喔 現在的售價已經258萬 就可以買得到 所以小晴哥 你為什麼會挑這一台 我突然有點感受到 重點還是我們還是要來… 我們一樣請到了我們日本的鑑定師 來做一次全車的一個見解 看看這個王老闆是不是有老忙賣過 還是真的這台車真的物操所持 對… 老闆不好意思喔 我們還是要請那個第三方 接受我們這個挑戰 基本上我所賣的車都不怕人家 來做專業的鑑定 那你可以接受這個挑戰嗎 可以 沒問題的 對… 有信心嗎 絕對有信心 好 那我們就… 聽起來沒什麼信心 絕對有信心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請我們 日本的鑑定師第三方的 這個專業鑑定 雙田先生來幫我們看這台730D 最後當然最讓人害怕 也是最讓人期待的時刻來 因為鑑定的結果已經出來了 我想要問一下我們的鑑定師 這個鑑定的結果是怎麼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車都沒有出來了嗎 這個車非常新鑑定 好緊張 距離也沒有走 所以全體很漂亮 那其實這一台車 因為它的頂層數也低 我們一般外觀看起來是滿新的 那它的年分是2014年 所以其實整個狀況是還不錯 還是很好的 很不錯 對 它是完美無瑕的 對 完美無瑕的 外套的頂層是 左前方的鑑定師 還有白鑑定師 其實這台車真的是沒有什麼狀況 只有我們的駕駛座門的部分 有一點點微微的奧牌 對 對嘛 消費者就想要聽這個嘛 對不對 對 我想鄭先生也會很在意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的鄭先生 應該很滿意 我們算是任務非常成功 我們也一個在它預算以內的 這個成功的價格 幫它找到這樣一個 高CP值的好車 我們非常感謝老闆 以及我們鑑定師 好 那更重要的是 各位觀眾 如果你也需要有這樣的一個 鑑定的需求 歡迎到我們的粉絲團 來按讚留言 我們會 再陸續都會規劃相關的鑑定的 這個採訪內容 沒錯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下週同一時間一定要收看 寶島風車去 Bye Bye 怡辰怎麼樣 我跟惠勇先走了 一路好走 真的要走啊 Bye Bye 一路好走 Bye Bye 等一下 開玩笑的吧 Bye Bye 開玩笑的吧 沒有巴士啊 兩個小時一班啊 所以你說嘛 女人很善變啊 後來呢 誰知道她跑票了 如果她沒跑票的話 現在就是小型哥在走